在临近徒妖节之前 我们的英译同胞们还会庆祝一个重大的节日 那就是九月节 九月节是一个象征着正义战胜邪恶的时刻 同时也是向女神祈求祝福与力量的时刻 为了迎接这个节日 人们展开了一系列由祈祷、音乐、舞蹈和美食 组成的印度传统盛宴 在这长达十天的庆祝活动中 有很多值得了解的步骤和仪式 庆祝九月节的方式有很多 以个人层面来说 人们可以通过冥想、吃素等等的方式 而从家庭和社区的层面 也有许多的庆祝方式 由于九月节是庆祝女神打败恶魔 获得胜利的节日 印语同胞们在这十天里 每天都要在早上五点半 上午十一点半和傍晚五点半 对女神进行拜神仪式 在庆祝活动中 甚至在庆祝物中 我们在这种中间祝物中 当我们要祝福在这种 temps 我们要求祝福 最大的祝福是在那种合作 每天你能看到三次 但如果你有没有时间 你只是工作人员 你只有自己 每天晚上 5.30-6.30是一时的 在九月节的仪式中 每一天代表女神的不同形态 因此每一天都有特定的颜色和食物 这些颜色和食物都被认为是女神所喜爱的 信徒们会根据每一天指定的颜色 来更换鲜花和祭坛的装饰 同时也会以相应的颜色来装扮自己 而当天的饮食也会根据指定的食物来准备 当我们有食物吃了 我们所信的本应是能力 这就是一种形式 但与你和我 你所存在我们是一种形式的形式 那能力我们相信是一个诡许 诡计评 我们是在里面试的事情 我们是一体重招吓到一种颜色 以为来和祭坛我的家来 因此当我们通常飾以那样的用声 食物料煮的果肉 你放任何东西会成为这种感情的能力 所以当你饮食时你会更健康 你会更加静静 你为自己的质量 所以你能够遭到生活的质量 会来帮助你 Puja是指拜神或是祷告 而对Gita而言 Puja实际上就是母亲侍奉她的孩子 或孩子向母亲献出爱的一种方式和举动 因此女神作为母亲 不会拒绝任何有信徒献上的食物 我们在做一个祝福 因为我们不是教徒 但我们有心中的爱 祢母 祢父 对我们的行为 我们有错 但我们承认我们的爱 我们在做这个祝福 所以我们先开始祝福 如果不是传统的 你必须要教徒 而且它们都很严重 在一些地区 祷告的仪式是非常私密的 人们会用帘子为神像搭建一个私密空间 好让女神可以不被惊扰 并且得到充分的休息 除此之外 一些寺庙需要遵守非常严格的规则和方式 他们认为只有祭司才能执行祷告仪式 而妇女则不被允许 所以每天有一个形式的仪式 每天你必须要清洗 然后改变的花朵 然后改变的设计 从前面前 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的仪式 是更简单 更适应 更适应 因为我们想要参加拿瓦拉特 去祝福一个现代的年代 我们想要去 让人们感觉我们只爱我们的母亲 我们不想去其他地方 随着时代的转变 人们变得非常忙碌 没有时间去了解每一个步骤 和背后的含义 拜神和祷告的仪式 也开始逐渐简化 他们工作得很努力 所以他们只想来到神 说 神 我有太多问题 我爱你太多 他只能帮我 那就是时间 所以你会这样说 然后 哪里要做任何的节奏 你只能做的是 改变的花朵 放一些花朵 就像个花朵 然后说 谢谢 这就是新世代 如果他们可以做的 那就是更多 但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做的 他们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参与扑甲的人 必须保持内心纯净 冷静和平静 以便真正连接神灵 并寻求神的庇佑 这是一种严谨的仪式 目的是祈求各种品质 使人能够更坚强地 应对生活中的问题 尽管这个庆典似乎有很多复杂的步骤和仪式 但其实和许多其他华人传统节日一样 强调家庭团聚和联系 任何节目是一种好选择 他们认为比较快 他们认为比较快 因为他们认为快 庆祝九月节 不仅是对神灵的敬仰 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珍惜 无论如何庆祝 无论形式多简单 都是对神明的感激 和对家庭 社区联系的体现 遣线失聪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